本来看到政治焦点 高雄市长的补选战 民进党的候选人陈其迈 今天在人无鸟松等四个地区的后援会正式成立 同一天也挂出了她的第一幅看板 请到她自家的爱猫陈小米当主角 抢攻年轻选票 和她的对手李梅珍 团队再添新战地 因为已故的市议会议长许坤源 她的女儿加入了服选团队 只不过李梅珍当年的硕士论文 被曾经参选过高雄立委的吴佩蓉点名 涉嫌抄袭 李梅珍本人虽然是致歉 可能会有一些住脚没有标示清楚 但也不忘记扯出陈其迈跟蔡总统 都曾经陷入过论文风暴当中 东孙宣喊得正听嗓 陈其迈后援大会成立要催出选票 同一天首服竞选看板高高挂 因为她的人气似乎比我高一点 借由小米的人气能够帮我多拉一些选票 跳脱知识框架 请来自家人气爱猫陈小米当主角 自己则用Q版插画呈现 不过积极抢攻年轻族群的还有她 我们这次就是年轻化 而且真的这次完全的交界 对手李梅珍团队在天心站立 一旁绑着马尾长相清秀的女孩 背心上写着她是已故意长许昆源的女儿 选战非常时期一不容辞站出来 偏偏李梅珍当年硕士论文 被曾经参选高雄立委的吴佩蓉点名 有些章节涉嫌抄袭彤震源教授文章 李梅珍替自己解释 却也扯出对手 让陈其迈再为自己护航 选战倒数天天都很关键 不容五点上升 记者柯成浩庄纪委高雄报导